這邊的話大家來看 所以上一次上課的話就講到有關其中報告 然後利用一些函數、VBA或者是等等的做一些動作 上面其實都有啦 所以其中報告這邊5分27秒 這同學他特別就是蠻貼心 你其實可以把它放大來看 上面其實我有打一個類似公告 你就照著這個方式來做 另外的話腳交的方式 本來是要交到雲端 後來因為考慮到就是說 就是有同學跟我講說 好像資料會太open了 所以怕會被拿去copy 所以就想說換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話就開一個Moodle Moodle本來不太熟悉啦 不過我大概找了一下 有這個功能其實可以每一次上課 就開一個作業區 那你就繳交到那邊就可以了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你的作業就不會被看到 然後你也就不會被複製啦 OK可能會考慮到這一點 OK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每一次上課的話也許你們就自己再把它複習一下啦 裡面其實還蠻多地方假如說你有問題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喔等等相關的問題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再來繼續看一下喔有關那個 這個開放資料喔其實主要是針對什麼的網路上面的一些大數據資料喔 假設你要抓取的話用什麼方式來抓比較有效率啦 當然如果你要塗髮煉鋼的話我覺得這應該不是好方法啦 而且現在職場上面喔其實需要的人才喔都是要會這些方法的 為什麼因為要解決喔效率上面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呢喔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範例喔 就是將來會衍生就是這個啊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那個範例檔案喔 數學函數裡面的那個樂透彩的中獎機率 打開之後的話呢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邊有101年的開獎的那個什麼呢 開獎的這個所有的紀錄喔 那它的規則基本上是這樣啦喔 總共一期這個一期哪一天嗎 這一第一期嘛 101年的99期 開獎日期這應該最後一期 101年最後一期 然後呢一定會有開出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樂透彩的話呢喔 它的規則是1到42號 等於就是說呢 它有6個號碼加一個總共7個號碼 7個號碼 然後呢開出來中獎的號碼只會是1到42號 這是一個規則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統計什麼 101年它的什麼呢 1號所開出來的機率是多少的話 OK那機率的話首先當然我會需要 要算什麼 這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就坎坐向下 有沒有一直到底下 總共到100列吧 也就開了99期 所以99乘以7嘛 總共有693個號碼 在這個693個號碼裡面喔 1號開出來的次數是多少 如果你要算這個範圍次數是多少的話 你怎麼算 那不是說你用眼睛看嘛 一次兩次 這樣我看你光光把它算完的話應該就不知道算到什麼時候才能算 所以呢怎麼把這個地方做這個所謂的哪一個號碼次數的計算 OK 那裡面的話呢你其實可以用到一個函數叫統計類函數裡面喔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叫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函數的函數的話喔 主要就是用什麼了 用來做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 算那個範圍裡面喔 哪一個條件 條件是1號 開出來的次數有沒有 函數嘛 幫你算總共開出幾次 OK喔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函數可以把那裡面的範圍喔 OK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跟你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是Range Range的話指的就是前面這個範圍 第二個Criteria是說你的條件 條件是1號 所以你就把什麼1號放到這邊來就可以 然後範圍指向這裡 它就幫你把那個結果給算完了 OK喔 那可是問題來了喔 你這樣算完只是說1號 在那個範圍裡面所開出來的次數 但是如果我要機率的話 那你必須什麼 再把這個算出來的次數再除以什麼 這個範圍裡面總共有幾個號碼 所以呢 幾個號碼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範圍 那當然你 剛剛我們算完了 是693啦 不過其實當然不是要人工算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不用人工算 我可以把知道說那個範圍 到底有幾個號碼 OK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們可以再找找看 裡面其實有一個函數 它就可以幫你算什麼 那個範圍到底有幾個數字 OK 一樣的方法算出101年 算出102年 把兩年的機率相加 再做排名 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用什麼方式來做最簡單 有沒有最快的方法啦 當然不是叫你突發煉鋼喔 OK喔 這第一個喔 那未來的話喔 我們還需要做到就是說喔 其實我後面有一個延伸的練習題啦 這個練習題就是喔 其實我覺得目前最重要喔 現在有個趨勢就是說 假如說你的資料喔 在雲端 不是在雲端 在網頁上面的話 比如說什麼啦 你們可以開啟那個 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延伸練習題這邊有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我們剛剛只有兩期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希望喔 把歷年來所有的大樂透喔 我這邊找到一個歷史資料 他放在那個 有個網站叫樂透雲 他總共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他的日期 他的開出的號碼 還有呢 特別號 但是呢 他裡面的話 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他是把它分在 總共 1到 61頁喔 OK 所以喔 以前的做法怎麼樣 如果你要把這61頁全部抓下來的話 那變成你需要什麼 一頁一頁 Ctrl C Ctrl V 那當然如果每一次都要這樣抓的話 而且喔 如果你下次要更新資料的話 那你下次要來一次 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快速的 一個按鍵按下去呢 這上面所有的資料呢 就全部幫你下載到 Excel裡面了 而且我希望呢 將來什麼 這邊也許是個大勒透的歷史資料 啪一下子 大概幾秒鐘的時間 全部都OK了 如果他有更新的話 那你再去怎麼樣 再抓一次 清除掉再抓一次就好了嘛 這個可以對應到什麼地方啊 其實現在很多那種金融方面的資料喔 其實都在雲端在網路上 那如果說你假設你不懂得用一些 類似像城市的手段來完成的話 我看你永遠做不完你要的資料取得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 第一個喔 先開啟這個樂透彩中獎機率 第二個的話呢 了解一下 這個範圍 OK 總共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喔 那裡面的話 可能會需要統計的相關函數喔 我剛剛有提示喔 其實第一個喔 你可以用conif 第二個的話 你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 叫count count是什麼呢 計算範圍中包含數字 數字喔 OK 出稱格數目喔 OK喔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可以算出機率 然後呢 再把後面的部分呢 試著完成看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一題喔 先 試著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會 講一些有關那個 VBA的部分喔 其實也是增加效率啦 因為未來 你們到職場上面喔 慢慢 可能第一個 我覺得啦 很直覺你履歷表上面如果不能看 讓人家看到一些亮點的話 包含就是說 你可能要懂一些城市的一個東西喔 如果你沒辦法讓人家看到這些亮點的話 我覺得你將來喔 當然你在 工作的錄取機率上面還有你的 薪資待遇方面喔 其實我覺得會有個落差喔 OK喔 因為目前當然很需要這方面人才喔 那包含第一個啦 大數據分析能力 那對應到的其實就是至少 Excel的函數 Excel的巨集 Excel的VBA 所以為什麼其中 請各位做這個 這個練習喔 主要原因在這裡 OK大數據分析 第二個可能你慢慢思考喔 下一個你們 你們畢業的時候可能遇到一個AI的一個浪潮 OK那你要怎麼樣 把這些城市喔 再延伸到AI的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機器學習也好 或深度學習也好 那這部分怎麼樣再把它加到你的城市的這個 自動化 其實我們現在做的是自動化 那AI的話呢 其實就象徵下一個階段是所謂的智慧化 OK讓城市的話 還是 會有自動 學習修正的能力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吧 至少 函數部分OK 然後再來思考一下 如何在跟VBA做 結合 OK試一下